湖北多地降雨创历史 湖南平江半城被淹 受连日暴雨影响 长江中下游部分支流 湖区水位告紧 长江中下游干流水位持续上涨 将面临怎样防汛加密 首场辩论糟糕表现拖累拜登 民主党议员公开喊话让其退选 联邦最高法院判决助攻特朗普 封口废案判决被推迟 美国大选闹剧不断 拜登会输在起跑线上吗 今晚正在播出 全球热点事件独家深入解读 就在今晚 各位好 我是何姐 我是金家瑞 欢迎收看 当地时间7月3号上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阿斯塔纳总统府 同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举行会谈 习近平乘车抵达总统府时 托卡耶夫总统热情迎接 六架哈萨克斯坦空军战机从总统府上空飞过 拉出象征中国国旗的红黄色彩烟 以最高礼仪 欢迎习近平对哈萨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托卡耶夫为习近平举行荣重欢迎仪式 欢迎仪式后 两国元首举行小范围会谈 习近平指出 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哈关系 中国将永远是哈方可以以众和信赖的好邻居好伙伴 中方愿同哈方继续加强天然气等传统能源合作 拓展光伏风电等新能源合作 支持更多中国企业赴哈萨克斯坦投资 助力哈方将资源优势转换为发展能力 实现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托卡耶夫表示 中国是哈萨克斯坦的友好邻邦 亲密朋友和重要战略伙伴 哈方愿同中方一道 进一步挖掘两国在能源 矿产 新能源 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潜力 推动两国关系发展至新的高度 随后 两国元首举行大范围会谈 习近平强调 中哈两国都处在各自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 双方要加强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 中方愿同哈方提升经贸合作水平 确立未来 尽早实现双边贸易额翻番的新目标 进一步扩大进口哈萨克斯坦优质商品 打造电子商务 数字经济等合作新增长点 中方愿同哈方积极推进跨离海国际运输路线建设 构建多元立体联通格局 习近平高度评价哈萨克斯坦 担任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工作 习近平表示 中方愿同哈萨克斯坦等成员国 共同构建更加紧密的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 中方支持哈方明年举办第二届中国中亚峰会 愿同哈方等有关各方 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 推动中国中亚合作取得更多新成果 托卡耶夫表示 哈萨克斯坦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是中国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 愿同中方共同努力 推进构建哈中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持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全力实现双边贸易额翻番的目标 会谈后 两国元首共同签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联合声明 并共同建政交换经贸互联互通 航空航天教育媒体等领域数十项双边合作文件 当地时间7月3号中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 在阿斯塔纳总统府以视频方式 共同出席中欧跨离海直达快运开通仪式 习近平和托卡耶夫观看中欧跨离海直达快运项目视频 哈方项目负责人向两国元首汇报准备情况 中方项目负责人请两国元首下达指令 两国元首共同下达作业指令 两国元首通过大屏幕观看车让登场 一单三专堂等实习情报 现场详细热热暂风 此次是中方车辆首次以公路直达运输方式 抵达离海沿岸港口 这标志着集公路铁路航空管道运输为一体的 多元立体互联互通格局正式建成 当地时间昨天 外交部副部长陈晓东和菲律宾外交部副部长拉扎罗 在马尼拉共同主持召开中非南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第九次会议 双方就南海形势特别是管控仁爱礁局势坦诚建设性的交换了意见 中方重申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主权 对相关海域拥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 敦促非方立即停止海上侵权挑衅行径 切实遵守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各项规定 回到通过对话协商妥储分歧的正轨 同中方共同管控好仁爱礁局势 推动海上局势趋缓降温 推动中非关系止跌齐稳 中国海警局今天通报 7月2号福建海警为泉州近海依法登检查扣一艘涉嫌非法捕捞的台湾省级渔船 这艘渔船违反福济修渔的规定 在抵托网禁渔区县内违规托网作业 而且它使用的网距还远小于规定尺寸 破坏了海洋渔业资源和生态环境 期间台湾地区有关船只试图干扰正常执法 福建海警依法予以警告驱离 好 接下来进入焦点对话 自入美以来长江中下游多地出现了持续降雨 其中湖北全省降雨量较历史同期偏多近三成 湖南平江县遭受了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大殉情 县城一度被延 7月1日晚9点湖北咸宁发布暴雨红色预警 至2日凌晨 咸宁重阳县城区三小时降雨量达 114毫米打破有完整气象观测记录以来的最高记录 眷水河两岸城区大面积被延 最深处达到1.5米左右 在受灾最严重的中金州社区 消防人员利用橡皮艇将被困的妇女儿童转移到安全区 气象预报 今明两天 湖北省的降雨带将逐步向西转移 并且会有明显降雨减弱的过程 但长江干流水位仍将持续上涨 湖北省水利厅介绍 近期湖北全省降雨量较历史同期偏多27% 自东向西覆盖80个县市区 入眉至今 湖南玉阳平江县遭遇自有气象记录以来 持续时间最长 强度最大 雨量最多的严峻汛情 截至昨天凌晨 密罗江干流平江站出现77.67米洪峰水位 为1954年以来最高水位 密罗江河水还大面积漫入平江县 截至昨天上午 平江老城区有接近三分之一被烟 新城区接近一半被烟 目前当地水位正在逐步下降 截至今天中午12点 密罗江干流平江站的水位 已经降至69.01米 本次超景历时72小时15分 平江县防汛抗汉指挥部 已经将防汛一级应急响应 调整为二级 目前平江县还有部分地区 电力尚未恢复 当地正在抓紧排查抢修 好 有关湖南平江的最新情况 我们现在马上来连线 正在当地的新华社记者谢奔 你好 谢奔 主持人你好 你好 刚才报道当中也说到 而且大家都非常关注 受暴雨影响 密罗江河水曾经大面积的 漫入平江县 那么现在根据您了解的情况 积水退却的情况是怎么样了 好的 主持人 平江的降雨从昨天白天 就已经停止了 这个气象预报显示 近期当地都是以晴热 无雨天气为主 那在殉情方面 目前县城主城区大面积的积水 已经明显的好转 还剩下少数几个小区的地下空间 以及部分村落有小范围的积水 相关部门正在连夜排水除烙 预计民间会有明显的好转 那排水之外大家也非常关心 整个生活恢复的情况怎样 比如说当地的电力供应的抢修进度怎么样了 还有当地的老百姓生活恢复进展怎么样 好的好的 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电力供应方面 我刚刚了解到的情况是 截至今天下午6点 全线的电力主网已经恢复了供电 受洪水影响的68条费电线路 已经恢复了61条 未恢复的用户数呢 大约还有8000户 现在全线整体已经恢复供电的范围 大约占到了90% 所以可以说万家灯火正在重新点亮 另外呢随着洪水的消退 天气放晴呢 今天白天当地组织干部群众 迅速的开展清淤土壤工作 比如平江县城管局 目前是已经调动了 1000余名工作人员 100多台撒水车 清淤车车辆向街作业 环境消沙和卫生防疫工作呢 也正在情形中 可以说群众的生活正在加快恢复 好谢谢谢奔的介绍 刚才说到当地的群众的生活 在逐渐恢复那么大家揪着的心也都放下来了 当地的百姓这么多天确实辛苦了 谢谢谢奔的介绍 那么江西呢也是这一轮暴雨的重灾区啊 连日暴雨已经导致114万人受灾 尤其九江市连续降雨15天 多地出现了险情和灾情 九江防止 昨天已将防汐应急响应 提升至二级 都长县余晃连维 多处出现了渗透险情 永修县24小时累计降雨量达到140.4毫米 当地提前转移危险区村民 工作人员24小时寻低查险 九江柴桑区江州镇临近长江河道 岸边水位持续抬升 已经直接威胁到江新州居民安全 当地随时准备组织人员进行转移 目前我们还在严密关注水形变化 不漏一户一人 尽最大努力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受暴雨影响 长江上游的部分水生物还被冲上岸 在武汉武昌区江滩 当地市民发现 一条大蛇盘踞在道路监控杆上 江滩工作人员和警察赶到现场后 用杆子将蛇挑下 目前当地工作人员 已经在江边拉起警戒线 并提醒市民游客注意安全 在广西 有州荣安 三江遭遇洪水袭击 多个村的电力及网络中断 房屋倒塌 当地正在全力抢修 预计五日全面恢复宫殿 相关话题 我们在上海演播室请到了 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水利工程系教授刘曙光 我们来跟刘教授对话 你看刘教授刚才报道也说到 特别这些天大家都非常关注 你看像湖南 湖北 江西 这几个省份殉情比较严重 有很多县就像刚才说到的湖南平江 城区都被淹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想请教您 就是为了避免或者尽可能的减少受灾 到底应该做些什么防范工作 这样今年的湖北 湖南 江西 暴雨时间很长 面积范围很广 那么我们作为当地的居民 首先要按照防汛部门的统一部署 来第一做好个人防范 第二也要做好节时的转移到安全地带 要按照他们统一部署 在灾情到来的时候 一旦有部署就要迅速响应 迅速响应 对的 那么第二个洪水退来以后 首先要做的事情 就是我们要恢复生产和生活 首先要生活 那么有些房子被淹了 那么首先要看看 这个房子是不是安全的 要进行进一步的评估 然后才能住进去 第二个就是你的基础设施 生活的生命线工程 比如说水源地是不是受到污染了 要保证供水 第二 你的电力供应要保证供电 所以这是基础设施 这个事情 就是说洪水来了以后 可能对一起它的动物 生疏 死亡 会带来一些疫情 或者疾病也要预防 所以最后一个 作为水利防循部门 要即时地对水毁工程进行恢复整修 对 您刚才说的 比如说房子安全 基础设施 电力供应等等 老百姓自己要注意 但是有关部门 更要花很大的力气 来注意这些问题的 对的 对的 好 谢谢您的提醒 我们进一步来看 持续强降于给防汛形势 带来的严峻考验 长江中下游多个湖区 最近是相继出现了洪峰水位 昨天 长江委水文局继续发布 长江中下游干流成林基以下河段 以及洞庭湖湖区 鄱阳湖湖区 洪水黄色预警 昨晚8点 中国最大淡水湖 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星子站水位 已达21.29米 超警戒水位2米多 据江西省气象局数据 6月29日 鄱阳湖主体 及附近水域面积 已达3872平方公里 短短两周内 增加了400多平方公里 与历史同期相比 偏达601平方公里 为2003年以来 历史同期第五高位 鉴于当前防汛形势 昨晚10点 江西省防止决定 对鄱阳湖区 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 长江中下游干流 洞庭湖入江口莲花塘以下河段 目前也发生全线超紧洪水 随着洞庭湖水位持续上涨 原江市澎湖台院紧急转移32名老人 我们也跟他们保证了 你们的家园 我们一定给你们守好 根系一个也不会少 受降雨和长江水位顶托同时影响 潮湖水位也在持续上涨 今天上午 安徽省水文局发布潮湖洪水蓝色预警 此外 安徽同城市45个水库陆续超出训线 截至今天上午9点 同城市仍有38座水库 正全力泄洪 当地相关部门已成立应急工作组 吩咐各乡镇检查指导防汛工作 根据长江水利委员会的消息 当前长江中下游干流水位 已经是全线超紧 并且还将会继续上涨 多条滞流行程 编号洪水 防汛工作面临着复杂形势 和较大的压力 自6月28日14时起 长江2024年第一号洪水行程 并持续发展演进 长江中下游干流成林基以下河段 面临全线超紧形势 目前水利部维持对安徽 江西 湖北 湖南四省的 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 受中上游来水影响 长江江苏段水位持续上涨 今天上午8点 长江南京占水位上涨至9.71米 超警戒水位1.01米 在南京中山码头附近 沿江步道已完全被江水淹没 通过我们的航快泡面呢 是可以看到 标识长江水位的这样的一个水纹剂 也已经是几乎要被淹没了 而就在水纹剂最顶上的水位的刻度 也已经是完全看不见了 上午江苏省水利厅升级发布 长江江苏段洪水成色预警 南京也启动了全市防御二级应急响应 据长江水利委员会消息 自6月18日 长江中下游入美以来 长江流域共有185站 发生超警及以上洪水 联合调度长江上中游53座控制性水库 累计蓝红约91亿立方米 以减轻中下游地区防洪压力 据预报 长江中下游水位仍将持续上涨到7月5日前后 洪水过程将延续到7月中旬 超警河段几时间长 局部超警幅度大 防汛形势严峻 好 我们继续来和刘教授讨论 您看刚才报道当中又特别说到了 长江中下游的一些支流 包括湖区它的水位都已经告急了 已经上涨得很厉害 那这个会对长江中下游的干流防汛 带来什么样的压力 对 我们知道是长江是一个系统 就是说从长江中下游下面 那么就有两个大的湖 一个叫洞庭湖 一个叫波阳湖 那么这两个湖在我们长江干流当中起的作用 就是说一个是它要假如长江水高了 那么可能它就作为一个消水的地方 一个大湖 那么同时这两个湖它也有支流 也要承受它的支流排过来的水 所以这个洞庭湖和波阳湖它压力很大 那么对于这个干流水位高了以后 可能会对我们的下游会带来什么影响呢 我想有两个影响 第一个干流水位很高 所以这个大地两岸的这个排水受到影响 排不出去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你水位这很高啊 就大地本身的安全受到影响 习总书记关于防汛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那么水利部有个目标 也真的是几句话 首先是人员不伤亡 第二水库不垮坝 第三大地不决口 第四重要的基础设施 不要受到冲击 这样一个目标 所以我们做这个防汛工作的人 要把实时放心不下的这样一个愿望 要化作为事事心中有底 做到每一季事心中有底 所以我们对这个事情呢 我们怎么做呢 就是要预报预警预案 要牢牢地放在心上 因为就像我们说到的 如果它的支流 它的湖区守卫高级 那么对干流防汛会带来很大压力 对整个库区渡训都会带来很大的压力 所以是方方面面 每一个工作岗位上的人 都不能掉以情形 这段时间压力非常大 那当然非常关注的 还是接下来一段时间的雨情会怎么样 因为这个跟防汛也是息息相关 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好 我们一起来看 那今晚六点的中央气象台 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 预计未来三天 长江中下游地区及广西等地降雨将减弱 进入间歇期 主雨带将北台至山东 河南 苏丸北部一带 其中四川盆地东部 重庆 湖北 西北 河南中南部和东部 山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 局地大暴雨 累计降水量为50毫米至150毫米 局地超过200毫米 并且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 继续要对话的就是刘曙光教授 刚才我们已经介绍了很多的相关的 《未来预报》的内容 随着这个主雨带的北台 我说黄淮一带可能要是承压了 那么它会发生之前 我们刚才聊到过的 华南地区 长江中下游地区的 这种超景时间长 幅度大的这种防汛形式吗 如果会 环淮各地的人民群众 应该做好怎样的应对的准备呢 那么我们首先看 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 因为近年来 全球气候变化 人力互动加强以后 极端暴雨它的强度大 时间长 范围广 而从我们的中国东亚季风区 它的雨季 从4月份南方到现在我们 华东地区 然后再向北面 那么这个地区可能会出现 有一个叫做汗烙激转的现象 汗和烙 现在是北方干汗 我们要掉水去 但是哪天不知道 那么突然是烙了 烙了 而且这个烙 可能就是来得非常凶猛 而且造成的危害很大 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好 汗烙激转的这样一个准备 要以这样的时间准备 因为这是第一个事情 那么要做好这个事情怎么做 那么首先是 刚才我前面讲 我们叫预报预警预案 一定要做好预报工作 现在我们有预报的三个方式 从天上雨 空中雨怎么预报 用卫星雷达来预报 第二个是我们的雨量战预报 第三个我们的水位战 然后再通过我们的数学模型进行洪水 预报它的洪风 预报它的水位 所以这是预报预警非常重要 第二个对于这个北方来讲 前面不是你没有水吗 那么水库里面要蓄水 所以一旦要出现这个情况 在预报的时候 一定要把水库的水位净走来降下来 降到限水位 那么这个事情就可以 保证我们这个地方少是损失 尽量把损失减少 非常复杂的系统的工程 对的 谢谢刘教授 今天做和我们的节目 会继续关注这个讯息 讯情的情况 您正在收看的是 今晚稍后您将看到 首场辩论糟糕表现 拖累拜登 民主党议员公开喊话 让其退选 联邦最高法院判决 助攻特朗普 封口废案判决被推迟 美国大选闹剧不断 拜登会输在起跑线上吗 好我们进入全球眼 我们把视线转向美国 一场失败的辩论 引发了美国社会各界连日来 对于总统拜登 是否有能力竞选连任的质疑 那么数日舆论发酵之后 民主党内部也开始有人公开 向拜登开炮了 当地时间7月2日 美国德克萨斯州民主党 及资深议员劳埃德 多格特发布声明 呼吁拜登做出痛苦 而艰难的退选决定 他也成为民主党内 首位敦促拜登退选的国会议员 民主党重量级人物佩洛西则表示 拜登在辩论中的灾难表现 可能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并建议拜登和特朗普 都接受认知能力测试 党内温和派众议员 奎格力也呼吁拜登 诚实面对自己的状况 因为这不仅关乎其个人的竞选 还可能影响11月的其他选举 一项民调结果显示 有大约三分之一的民主党人认为 拜登应该结束竞选连任 路透社报道称 有25名众议院民主党议员 准备呼吁拜登退选 在民主党人发声之前 美媒已经率先开跑 包括纽约时报 纽约克在内的亲民主党自由派媒体 纷纷呼吁拜登退出大选 而根据美国陈坚咨询公司 公布的最新调查结果 有60%的美国选民表示 民主党应该在11月大选前 推选别人取代拜登 面对汹涌的劝退声 拜登本人在上周五的筹款活动中 明确表示自己会继续战斗 把拜登闭向墙角的恰恰就是他自己 6月27号晚上 拜登和前总统特朗普 在今年美国总统选举首场 候选人电视辩论会上 时隔4年再次正面交手 据美媒统计 在约90分钟的辩论中 特朗普的发言时长超过拜登 而拜登用了大量时间为自己辩护 并且多次出现口误 卡顿 在不说话的时候 还会长时间一动不动 又露出失神的表情 不少西方舆论 用灾难级糟糕来形容拜登的表现 他的对手特朗普 则被形容为满口谎言 民调显示 美国大多数选民 都对拜登和特朗普 再次在总统选举中对决感到厌倦 对两人都持负面看法的选民比例 达到30年来最高水平 为了挽回颓势 拜登方面也展开了紧急公关 昨天 拜登再度回应其辩论表现 承认辩论并不顺利 并将其归咎于 此前两次出访的时差反应 白宫方面也四处灭火 称拜登在首场辩论时感冒了 并且否认 拜登患有奥尔兹海默症 等退行性疾病 与此同时 拜登还计划于当地时间3号 召集所有民主党州长开会 努力争取支持 并在5号这天 接受美国广播公司的访问 这也会是拜登在辩论之后 首次在没有提字器的情况下 公开发言 这些话题马上要来连线的是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 叼大明 欢迎大明 同时在线的还有上海交通大学 凯元法学院特别教授 沈伟 首先请问大明 舆论认为在民主党议员 多哥特打响 呼吁拜登退选的第一枪之后 拜登防御的大坝已经决堤了 那么在您看来多哥特这样的一个时机的表态 他是民主党内反灯声浪的一次精心的策划吗 那么他会否引起 比如说路特社报道的 未来几天还会有25名民主党的国会议员 更多的效仿呢 那么也有分析指出 部分民主党人要求拜登退选 是担心他拖累国会的选情 您又怎么来解读这种说法呢 我觉得目前看的确民主党内部出现了 比较明显的反对拜登要求撤换拜登的呼声 但是背后呢 恐怕还是不同利益的这个诉求和政治考量的结果 目前呢 应该说显然民主党内部 确实在国会两院的选情呢 并不理想 所以这个国会民主党人呢 当然会担心这个主动选举的颓势呢 会进一步的导致国会选举选上加霜 从这个角度出发呢 可能他们会有一些人呢 还会要求所谓的撤换拜登这种方式又自救 这个情况应该是存在的 但是比如说像小片里或者主持人刚才提到的 像这个多哥特这样的例子 他的选区我们知道是德克萨斯这个首府 奥斯丁那个城市的选区 这个选区实际上是非常安全的民主党选区 就拜登的选情再糟糕 可能对这个议员多哥特的选举 没有任何影响 所以实际上他不是为了自救 他的反对完全是因为他本人呢 实际上是民主党内部的这个所谓进步派的这个力量 那长期呢 与拜登和他代表的所谓这个温和传统派 或者所谓的新民主党人呢 是存在比较明显的分歧的 所以这样看事实上应该说民主党内部目前要求撤换拜登 本质上啊也就明显的 事实上是本已经在这个民主党内部存在的这种 这个派系之间的这种斗争的这么一个结果 所以借此机会呢 要这个压制拜登或者代表了温和派 从而呢 要让这个自由派或者自由进步力量呢 获得更大征势影响 所以换言之呢 拜登在辩论当中这种低预期表现呢 实际上是再次刺激了民主党内部的分歧 导致了不同派系之间矛盾的这种公开化或者外化 我想再请问您啊 比如说像佩洛西这样的大佬 又比如说他暧昧的表态 又比如说奥巴马前总统 他在推特上面是这样的一种表达 但是思想里呢 又好像说拜登会拖累民主党 您怎么看这种大佬的表态对拜登的影响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看一些公开表态 公开表态呢是比较有凭据的啊 到目前为止看呢 确实我们所谓的这个民主党这些大佬 或者说这些这个顶级的这样一些政治 政客和政治精英呢 基本上还是这个力挺拜登居多 但是他们私底下做一些什么表态呢 恐怕都是对于选情的一个担忧 而且我们知道私底下表现 大概我们为我们所知呢 也是道听独说的结果 好的谢谢 那么程序上呢 拜登还没有正式被确认为 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 但他又是初选后唯一被提名者 那么换灯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呢 替代人选又会是谁呢 成为这几天美国媒体的热议焦点 目前民主党内精英普遍看好的几位 潜在替代拜登的人选 包括密歇根州州长惠特默 加州州长纽森 肯塔吉州州长贝希尔 和宾夕法尼亚州州长夏皮罗等人 此外 副总统哈利斯 也被视所替代人选 其中 加州州长纽森 作为民主党最有潜力的政治新星 此前被外界普遍认为 是2028年美国大选民主党候选人的 有力争夺者 不过 上周四 在首场辩论会结束后 纽森盛赞拜登执政以来的经济表现 并坚称 他不会挑战卸任总统 民调显示 纽森在民主党选民中的支持率为20% 卸任副总统哈利斯 在民主党中的支持率为30% 都没有让人看出 会比拜登表现更好的迹象 继续和大明来讨论 刚才短片当中已经看到 民主党高层是又害怕换 又害怕保留 那么换不换怎么换 您认为民主党有哪些选项 我觉得其实很难 现在就在判断民主党的选项如何 因为现在这种判断 基本上是没有太多的 有价值的判断 因为我们现在要判断 首先拜登自身要不要退选 如果他自己不松口的话 其实很难做出 到底下一步要换谁的这种讨论 如果一定到了所谓的换人的地步 比如说拜登出现 民调的大华 或者民主党的金主 大规模的放弃拜登 或者拜登确实出现了 不得不承认的严重的健康问题的话 那确实要自己退选 可能会再会讨论这个变数 但是我觉得这个变数如果出现的话 确实他的副总统哈里斯 的可能性应该说相对而言更大一些 毕竟如果拜登还能够发挥一定影响的话 选择哈里斯来所谓的接班 基本上实际上是对拜登 过去将近三年多的 所谓政策的一个延续 是政策的一个肯定 所以哈里斯的可能性应该说是超过其他人选的 那如果哈里斯自己出现问题 或者说他遭遇很大的竞争的话 那可能其他人选就是这些大州的一些州长 一些地方诸侯 从现在讨论的这些什么永森啊 包括这个密歇根的这个 什么惠特末呀 伊利多伊的普利泽克呀 甚至是比基法尼亚的夏皮罗呀 等等啊 都可能成为人选 但现在看确实 讨论这个话题还是为时尚早 而且就算换对于民主党来说也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 我们稍后继续啊 拜登团队是忙着灭火 特朗普阵营却迎来了大利好 当地时间的7月1号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裁定 特朗普在涉嫌干预2020年总统选举的联邦案件中 享有一定程度的刑事起诉豁免权 当天美国最高法院的9名大法官 以6票赞成 3票反对的结果通过这一裁决 裁决书说 总统行使核心宪法权力时不得受到起诉 且其公职行为应享有推定的豁免权 该豁免权不适用于非公职行为 不过最高法院并未界定 在此情况下可为公职行为 而将这一决定权交给了下级法院 将特朗普所设干预2020年总统选举案 发回原审法院 要求主审法官判定 特朗普哪些涉案行为能被起诉 哪些不能 这也意味着此案的推进还需时日 去年8月 特朗普在美国司法部特别检察官调查中 因涉嫌试图推翻2020年总统选举结果 而受到四项刑事指控 特朗普则已享有总统豁免权为由 申请法院驳回该案 并于今年2月申请最高法院介入 最高法院做出裁决后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欢呼大声 其律师也立马行动 置信负责审理特朗普所设封口非案的纽约法官 要求撤销对特朗普的定罪 并推迟原定于下周的宣判 理由是 该案的一些证据构成总统公职行为 受最新裁决的保护 昨天 美国纽约州最高法院就此做出决定 将封口非案的宣判时间 从原定的7月11日 推迟至9月18日 好 我们现在来联系两位嘉宾 首先问一下沈教授 美国最高法院的这份裁决 对于官司缠身的特朗普来说 到底意味着什么 总的来说 这个对特朗普的竞选比较有利 因为民主党一直想通过诉讼的方式 通过司法的形式来拖延和阻碍 特朗普参加竞选 所以总的来说您觉得对特朗普是大利好 那么我们再来分析一下 您看对裁决投下了反对票的自由派的大法官 他叫做索托马悦尔 他有个观点 他说这个裁决无异于是重塑美国总统制 他还举了个例子说 今后美国总统甚至可以指示海豹6队 去刺杀政治对手 那么您能不能给大家解读一下 这个大法官说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豁免权实际上是美国宪法当中 给总统行使行政权力的一种免责条款 那么在这个诉讼当中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判决当中 阐述的内容是三点 一个如果总统行使核心宪法权力 那么他应当享有绝对的豁免权 第二对行使宪法核心权力以外的官方行为 他享有推定的豁免权 第三个在非官方行为 则完全不享有豁免权 那么这个判定呢 其实是扩大了推定豁免权的范围 这样呢 总统在这个行使官方权力的 官方行为的时候呢 他就享有豁免权 变相的给总统权力更大的一个范围 所以呢 打破了司法跟行政的一个平衡 所以这个大法官的这句话也是在嘲讽啊 在总统任期内你做哪怕是违法的事 只要你看上去是跟你的职权有关 都可以享受豁免权 好 谢谢沈教授 对 好 谢谢沈教授提供的解读啊 我们接下来呢 也问一下刁达明主任 也听一下您的观点啊 您觉得美国最高法院的这样的一份裁决 对于接下来这个选情的影响 会有哪些体现 我们知道事实上 特朗普面对这个四次刑事起诉的时候 应该说是相对比较被动的啊 从去年开始呢 基本上特朗普阵营都采取一个所谓的托字决啊 就是把所有这个起诉的 这个可能的这个判决呢 拖到选举之后 那现在看呢 这个托字决呢 是持续发挥效果啊 现在看除了封口费之外 其他三个都在选举之后 而且封口费这个定罪呢 应该说呢 也不会对于选举当中 实质上的影响 那现在看 加上这个判决呢 本身应该说呢 特朗普面对一些司法起诉的时候呢 基本上不会对他的这个竞选 甚至可能未来 当选之后的这个总统任期 造成重大的一种影响 这可能是一个比较明显的 这么一个这个 这样一个这个司法的 这样一个逆转式的 这样一种影响 但是必须看到的是呢 无论这个事情 对特朗普是否有利 无论特朗普是否当选 那么这个事情之后呢 美国司法都是输家 在此选举当中呢 美国司法其实是毫无疑问的 被彻底党争工具化了 美国政治的这个基本构架 所谓分权制衡的这个基本逻辑 因为这些事情被彻底的侵蚀 这将进一步导致 美国加剧这个美国政治的衰败 造成不可逆转的负面影响 您刚才说到了美国政治的衰败 也想请您再做一个简单的分析 这讨论完这份裁决 包括民主党人选 可能会有影响波动这种因素之外 您觉得后续选情还会怎样 我觉得实际上对于这个 两党的这个不去的因素 还是比较大的 比如说现在这个虽然 这个民主党方面的这个精英 主流派基本上还是要力挺拜登 但是后续呢 会不会出现进一步的 这种时长的情况 这是个人健康的这个问题 导致到最后 不得不要这个放弃这场 这场连任的竞选 这一局还是存在一定悬念的 大家对特朗普来说呢 其实还是可能这个 确定性会更大一些 但是无论如何 还有120多天 我们很难判断到底结果如何 好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谢谢 好 以上就是今晚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晚安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